大家好,我是Alison 我目前在一间当店上班 然后我的工作是做一些行政的工作 然后也会跟一些来典当的顾客有交流 那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作 因为每次大多数面对的都是那些有问题的顾客 那每次他们来都是很多的那种问题 家里纠纷、赌博、不够钱、经济上的问题 那有一天我忽然间觉得 其实神要我去面对这些人 我其实可以把福音传达给他们 也可能可以碰碰硬气 改变他们的生活 跟让他们会走向光明的路 在这一段十年的时间里面 让我最开心 最近觉得最开心的呢 是我有一个顾客 我每次叫他Uncle Chong Uncle Chong今年已经快80岁了 但是他有一对子女 儿子在美国 然后女儿在英国 那他最思念的是他的女儿 因为他的女儿 他已经40年没有见过他的女儿了 我看到他每次来的时候都吹头散气 我也觉得心很酸 就在有一次我跟他传福音 我叫他说祷告 你祷告 告诉神 你想要的东西 神会帮你安排 在三个月八月中的时候 有一天早上 他很兴奋地来找我 然后跟我分享了他的一段喜事 就是他说他的女儿已经联络他了 也安排他这个十一月为 给他飞去英国 去跟他会合 跟他聚在一起 真的很开心 其实我觉得 神把我们放在哪里呢 都有他的原因 他的本意呢 是要我们呼召我们 让我们成为盐和光 有时我们会面对 充满挑战的工作 但神仍然把我们放在那 因为他要我们 赞扬他的名 然后把荣耀 归于我们天上的天父 阿们